各位觀眾 通體舒暢 毛坊裡面有什麼雞 有小雞 還有小歪雞 還有很多的狗狗雞 究竟我們從毛坊出來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雞呢 我們狗狗的看下去 走 狗狗雞 正宗雞 造飛雞 到底是什麼雞 小胖 是 翁鋼雞 翁鋼雞 對 翁鋼講都不是嗎 對 博不是 是 所以你們店的特色是 以翁鋼雞為出發題對不對 對 我們主要是以 專載的風格下去做裝潢 對… 就是我剛剛看到整個的裝潢 那種江湖的感覺 對 那我們幾乎所有店 都是以雞肉為主的料理 對 那我們也是在 位於運河附近這邊的店 所以說我剛剛看到 你們那個店門口一用一用 那就是你們的招牌對不對 對 那就是用 烤翁鋼雞用的翁鋼 我前面這個就是從翁鋼拿出來 對 這就是我們店的招牌翁鋼雞 這個是你們雞的是選至於哪邊的 我們都是用跑山雞的 這個都是養足120天 一定要三斤重的跑山雞 剛剛看外面有木頭嗎 那個是什麼木頭 我們那是用龍眼木 那個用木香烤的話 它一面都會有龍眼的香味在裡面 你看這個油脂 對 難怪你們要選三斤重的 你看現在那個肉質你看還在滴 所以說用翁鋼雞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雞肉的那個汁鎖 對… 通常會建議用手扒的 很酥脆 真的 很好吃耶 一定… 因為你們龍眼木的火候 是不是也要控制 一定要 而且它可以吃到就是 有點龍眼的那種香味 那種香氣 然後再加那種雞汁的油 很棒喔 你可以先沾一點雞油 沾一點雞油 對… 然後再沾胡椒粉嗎 對… 好 那如果你吃酸的話 可以沾一點檸檬 檸檬啊 棒對不對 很順口 很順口 真的 你們這邊真的是有那種山寨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吃雞要配什麼 大口喝酒的感覺 對… 這很下酒耶 好棒喔 你來這邊吃你們的翁鋼雞就好 這個呢 我這一用是 這個是我們的也是招牌 叫烏骨人生雞 烏骨雞基本上它的經濟價值也比較好 對 然後我們也是用人生區 下去燉煮的 燉一鍋的話 用三個小時就可以燉 三個小時 對… 你們廚師應該很忙喔 對 一定要的 從早忙到晚 你看 而且都燉到那個嫩度剛剛好 對 而且都是骨肉分離 對啊 我們人生的話 都是從韓國進口的人生區 它那個骨肉那個分離 對 弄一下就散開了 對啊 然後再用點湯對不對 對… 真的耶 有那個韓… 因為韓國的人生 跟一般人生不一樣 對 韓國人生的香氣 會壓什麼 對 很棒 然後那個烏骨雞的那個味道 那個雞的清華都在裡面 因為一般吃雞湯 它那個雞湯就只有 有些還會加雞粉 我看你們這個上面草子 根本… 我們這個不會添加那些 對啊 連高湯粉都不加了 原汁原味的 很香耶 對 那個人生的香氣 跟那個中藥材 它在五谷雞裡面之外 好喝的雞湯 因為它的雞肉是不會爛 那種叉叉 那接下來你們還有什麼雞 讓我試試看 還有這個是我們店的招牌 招牌 花雕雞 也是用炮戰雞然後剁著 然後去用花雕去醃製這樣 我們這個基本上都全熟 然後稍微拌一下 就可以直接吃了 然後把那些蔬菜也順便拌進去 對 好嫩喔 這個吃起來 那個鹹度剛剛好 有點像怎麼講 它有點帶點花雕的那個酒味 因為一般我們就吃花雕 根本吃不出來花雕的酒味 因為一般就是 我肉好 薑汁不一定好 湯好 火的花雕酒不一定也好 不能兼顧 對啊 你們應該是兼顧得很好 一定要 像我剛好前面 為什麼突然有一碗飯 我也不知道 因為剛好它就很下飯 這真的很下飯耶 很好吃 真的 這個香氣四溢 口味濃郁的花雕雞 吃得差不多厚 剩下的鍋底再加點高湯 跟套餐的火鍋料 就成了花雕雞火鍋 一機兩吃 讓你把美味的花雕雞吃個乾淨 除了幾道招牌的雞肉料理 這裡還有可以跟雞肉 互相搭配的各式菜色 每道都有店家的精心調製跟創意 很美味啊 你看店長 你介紹這麼多厲害的菜式 我覺得來安平 大家會以為攤了那種絲目 其實我們在攤了 還有泵仔雞 你們的招牌可以吃對不對 全部都是用心做的料理 來安平福堡 還可以跑來這邊 吃一下這個泵仔雞 很近 非常近 還可以找我們的店長 幫他介紹一下 可以 沒問題 一機兩吃 還什麼料理 認識一下對不對 可以啊 今天謝謝我們的店長 謝謝你啦 不會不會 太厲害太厲害 不會小朋友謝謝你 不會不會 謝謝 謝謝